奇迹课程学员练习手册第32课 我发明了我所看到的世界 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因果这一主题 你并不是你所看到的世界的受害者 因为是你发明了它 你能轻易放弃它 正如你轻易制造了它一样 你看到它还是看不到它 由你来决定 当你想要它你就会看到它 当你不再想要它 你就不会看到它 和前面的观念一样 今天的观念适用于你的内在和外在世界 它们其实是同一回事 但因为你认为它们是不同的 所以今天的练习同样会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与你所看到的外在世界有关 另一部分与你在自己心智中看到的世界有关 在今天的练习中 努力引入这一观念 这两个世界都是出自你自己的想象 同样 在进行早晚各一次的练习时 我们先要附送今天的观念 两到三遍 同时环顾你认为外在于你自己的世界 然后闭上眼睛 注视你的内在世界 尽可能平等地看待它们 当你看着你的想象 向你呈现的意象时 从容不迫地附送今天的观念 只要你愿意 就尽可能多地附送 建议这两个完整练习时段 为时三到五分钟 要求至少三分钟 如果你觉得这个练习很轻松 可以超过五分钟 为了利于做练习 在你感觉自己准备好了时 选择一段不会被打扰的时间 在一天之中 也要继续做这个练习 尽可能多做几遍 简短练习包括 在你审视自己内在或外在世界的同时 缓慢地附送这个观念 你选择哪一个无关紧要 今天的观念 也应即刻应用于任何可能会困扰你的情境上 在应用这个观念时 这样告诉自己 是我发明了我所看到的这个情境 本课观念 眼前世界 乃由我发明 第32课结束 请继续第33课 请继续第33课